大家好 我是昕哥 欢迎收看著名美剧《猎魔人》第二季大结局 西里被厌战法带走后 南尼克为杰洛特治疗伤口 并直言西里要的东西杰洛特给不了 厌战法也不一定要伤害那孩子 但杰洛特已经在厌战法身上吃过不少亏 这次说什么也不愿意再相信他了 画面给到暗流勇动的辛特拉 人族势力与精灵势力的嫌隙越来越大 恩西尔大帝马上就来视察 届时如果看到这种场面 那所有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黑骑士决定动用暴力手段 来威胁那些不服从的精灵们 已经有无辜的精灵平民被吊死在城墙上 成为杀鸡镜头的牺牲品 法兰西斯卡与拉菲对此不管不顾 夫妻俩沉浸在生孩子的喜悦中不能自拔 弗林吉拉只能直接上门讨要说法 拉菲表示从未想过与尼弗加德而战 现在有了孩子更得反眼生息 而不是出去打打杀杀了 弗林吉拉只得搬出曾经在林中小屋的协议 当初结盟条件是尼弗加德给精灵提供栖息之地 而精灵必须为尼弗加德战斗 如果按照菲拉的说法 精灵一组想要退出战争 独占其身 那恩西尔大帝的怒火可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 艾瑞图萨学院 威哥与迪沙亚已经睡在了一起 看情形迪沙亚已经完全沦陷 紧跟着兄弟会迎来一位不速之客 瑞达尼亚术士迪杰斯特拉 他带来了新特拉诞生的纯血精灵的消息 但精灵一组还有尼弗加德结成联盟 对北方诸国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 这些消息自然都是达拉传递的 迪沙亚对他的情报系统并不信任 迪杰斯特拉也不反驳 而是暗示他隐瞒了特利斯带回来的消息 没错 特利斯只把消息告诉了迪沙亚 因为他不相信兄弟会的其他人 没想到威哥突然窜了出来 态度强硬的让他把所有了解的内容都吐出来 特利斯当即意识到是迪沙亚走漏了风声 生气的转身离开 威哥则更为怒火的朝迪沙亚大吼大叫 这可不是正派人物应有的表现 弗林吉拉趁这个空隙 偷溜回兄弟会 找到自己的高层叔叔 透露出自己的危险处境 并说明尼弗加德与精灵关系并不牢靠 这是在为自己摸后路 身处辛特拉的达拉也开始动摇 亲眼目睹族人被尼弗加德士兵迫害 他决定放弃舰队身份 一心一夜守护精灵一族 晚间辛特拉的人族将领们举办宴会 憧憬着恩希尔大帝到来 让弗林吉拉这个烦骨仔人头落地 正说着所有人突然一动不动 原来是弗林吉拉在他们的酒水中下了药 然后将动弹不得的四位首领残日杀害 黑骑士只能眼睁睁地看这一切 弗林吉拉留了他一条命 让他告诉恩希尔大帝 这四人企图谋反 是弗林吉拉平定了叛乱 另一边迪杰斯特拉已经获知了达拉叛变的行为 不过现在需要的情报已经到手 他告诉瑞达尼亚国王维兹米尔 得到西里就能合法吞运有辛特拉 现在夺防势力都在寻找西里 混乱之中才有机会动摇整个大陆 但维兹米尔貌似不太喜欢 迪杰斯特拉这种运筹帷的表现 提醒他现在就是一个赌徒 而下注的都是自己的钱 这里还有一个支线 李恩斯已经将右边际交给了利迪亚 这家门有些不知深浅 直接用西里的血做引子 施展魔法企图追踪到西里的位置 结果就是比李恩斯更为严重的会容 故事线最后给到西里 西里打开的传送门 将他和叶奈法送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 索登战役时收留他的那户人家 但现在那户人家全都已经被残害 肯定是李恩斯动的手 这个李恩斯对自己如此了解 必然和宁夫加德脱不了干系 西里非常担心杰洛特想要回去找他 叶奈法提出就算杰洛特被抓 李恩斯为了引诱西里也不会杀他 而是会将其一家送回辛特拉 守住带兔 所以直接去辛特拉是最好的选择 二人打定主意即刻出发 画面给到倒霉的严奈诗人 他在寻找叶奈法的时候 被当成偷窥狂关进了监狱 进了局 那张破嘴 闲不住 连唱呆骂 惹得看护无比恼火 刚想出去透透气 就被杰洛特放挺 时隔多年 这对欢喜冤家终于再度相遇 不过严奈诗人 可是一个念旧的人 上次 杰洛特拿他撒气的事 至今语仍耿耿于怀 杰洛特深情凝视 一句我向你的帮忙 便将其搞定 此时 西里和叶奈法还在赶路 交参间谈及杰洛特 他给了西里从未有过的父爱 让这位落难公主不再感到孤单 至于叶奈法与杰洛特 二人之间的感情更是复杂 但归根结底 叶奈法是爱杰洛特的 引游诗人被救出来后 将自己所知道的事 尽速告诉了杰洛特 叶奈法失去了魔法 在被卫兵抓到后 念叨了森林 母亲 小屋等词汇后 凭空消失 杰洛特一听便知 这女人和不死之母走到了一起 这东西可以吞噬 与她达成交易之人的痛苦 痛苦越大 反馈给他们的能量就越多 叶奈法必然会去 不死之母所在的辛特拉 确定目的地后立即前往 途中遇到了许久未见的爱人兄弟 他们受雇为国王管理道路保护车队 既然有车队自然不缺马匹 杰洛特成功得到了新座记 西里这边旅途就没那么顺利了 毕竟之路出现了一座断桥 叶奈法指引西里用武魂盾魔法修复断桥 西里念动咒语催动魔力 巨大的复合让她的双眼流出鲜血 用尽全力也没让断桥主心驾起 愤怒的西里大喊一声Fuck 睁开眼 人和马就到了对岸 这样的法力让叶奈法都有些惊叹 过河后又奔波一段时间 已经可以看到金特拉的城墙 西里看着眼前景象感慨良多 成还是熟悉的成 但自己认识的人一个都没有了 此时叶奈法心中不死之母的召唤 愈发频繁 但他却对是否将西里送给他产生了犹豫 西里触碰到叶奈法的手臂 探听到了他的想法 愤怒顿时充斥了内心 所散发出的巨大魔力 竟然震碎了辛特拉的城墙 护卫立刻出城 实施抓捕 没有魔力的叶奈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里被抓 好在杰洛特及时赶到 与之同行的矮人兄弟轻松处理掉护卫 可以说是神兵天将了 快速解决战斗 杰洛特让人用试人和矮人带西里回凯尔摩汉 自己则去摆平不死之母 殊不知此时的不死之母已经在回收痛苦 弗林奇拉连杀四人 法兰西斯卡的孩子在夜里遭人暗算 如此巨大的能量反馈 已经足够让不死之母挣脱小屋的囚禁 随后赶到杰洛特和叶奈法 正好看见这一幕 逃出小屋的不死之母直奔西里而去 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直接附身 回到凯尔莫汉后 西里直接陷入幻境 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一师一副的莫斯萨克 带着他参加辛特拉的皇室宴会 而现实中西里的躯体已经被不死之母掌控 持刀接连干掉三名睡梦中的猎魔人 正于刺杀维瑟米尔时被赶回来的杰洛特撞见 西里谎称看到黑袍人杀下了猎魔人 但杰洛特一眼就看出他在说谎 结合脸上的血痕判断 眼前的西里就是不死之母 阴谋被拾破 不死之母划伤杰洛特转身跑黑 维瑟米尔合上死去猎魔人的眼睛 掏出魔药一而进 他认为西里和当初的艾斯卡尔比亚 必须得将之干掉才能评判 但杰洛特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们要做的是救人而非杀人 西里需要拯救 自己也需要维瑟米尔的支持 这几句话打动了维瑟米尔 同意参考杰洛特的作战计划 没有魔力的叶眼耐法无法正面战斗 赶紧叫引引游诗人做后勤工作 沃里斯·梅尔是寄生物 要在不杀子机主的情况下将其移除 用提取或分离的咒语应该就行 验尘法制作了名为碧玉的道具 能提供温暖 能量和平衡 杰洛特现在不信任他 只能拜托引游诗人将东西带给他 此时西里正在回忆世界里享受着辛特拉的盛宴 宴会中有所有他思念的故人 还有曾经令他厌恶的邀请者 但现在西里非常乐意接受共舞一曲的请求 此时不死之母站在基地大厅 一众猎盟人喝下魔药后找到他 第一批猎盟人将他囚禁至今 现在正是他复着的时候 不死之母操控西里发动魔力 庞大的能量随着刺耳的尖叫传出 猎盟人无法靠近 据数被直接震碎 露在里面的黑色星彩石 星彩石碎片向猎盟人急射而出 大家刚拉起防御 碎片又从后面折返回来 虽然不证明 但也让众人挂了彩 紧跟着碎石形成一道传送门 两头吸引魔物从中钻出 杰鲁特没有动 而是让维瑟米尔和另一个猎盟人 发动伊亚登法印 对不死之母施加地buff 他自己上前与之近身缠斗 并企图用言语唤醒真正的犀礼 引诱世人从和桌子下慢慢靠近 要将手中的碧玉交给他 此时已经有猎盟人不敌魔物 被咬碎脑袋 维瑟米尔果断终止反应 与另一名猎盟人前去支援 此时又有猎盟人倒在魔物的锯齿之下 维瑟米尔入火中烧 不顾与杰鲁特的约定 想直接干掉西里 杰鲁特急忙持剑抵挡攻击 幻境中的西里听到呼唤 本已有所动摇 但杰鲁特一停止讲话 幻境立即更加真实 此时撞头戏来了 西里的亲生父母出现在眼前 不死之母对西里的掌控进一步加强 趁此时机 再次念动咒语 从传送门召唤出更为凶狠的魔物 一头白色的巨型吸引魔物 张开锯口 直接将杰鲁特撞出大厅 紧跟着用脚踩住他的身体 带有腐蚀性的液体留下造成创伤 杰鲁特用法印伤害魔物眼睛 趁他吃痛时 一剑将头颅刺穿 撞下城堡 屋内不死之母还要念咒 维瑟米尔上前 愤怒将匕首刺入他的下腹 但这点小伤 不死之母轻轻松松就能自愈 杰鲁特赶紧冲上前 拦住维瑟米尔 阻止他继续动手的行为 剩余的联盟人终于搞定两头魔窝 同伴的尸体让他们愤怒无比 不死之母嘲讽他们 联盟人不是应该没有感情吗 但现在他们心中已经有了仇恨 这种情绪刚好可以当作不死之母的养量 使他变得更强 引用世人费尽全力 终于把碧玉扔到杰鲁特附近 他急忙提醒大家矫正心态 随后开口让犀利赶快回来 而记忆世界中的犀利 此时刚进入母亲的怀抱 根本顾不上杰鲁特的呼唤 哪怕切切实实听到大家的声音 最后做出的回复仍是我哪也不去 不死之母的小巫悔了 他需要一个载体才能留在这个世界 所以才不会离开犀利的身体 厌炼法听吧 果断打碎施济瓶 割破手腕让鲜血流出 他要把自己做成载体 这一行批让不死之母大惊失色 困住犀利的记忆世界也开始崩塌 最后消失的是犀利的父母 这里有一个细节 母亲一点点变作灰烬 但父亲最终也没有消失 犀利终于回到现实世界 不死之母则钻进厌炼法的身体里 此时犀利苏醒终于可以破局 他引动上午之血 打开巨石碑通道 带着杰洛特和厌炼法 传送到另一个天球 不死之母立即从厌炼法的身体中钻出 落入远处的战马上 变成了骑士们一样 嘴里喊着 让犀利这个上古血脉之子 加入他们的狂烈大军 并带着士兵向他们冲过来 千军一发之地 犀利发动能力 三人回到凯尔摩汉 不死之母终于搞定 愿意牺牲自己的厌炼法 得到回报 他的魔力终于恢复了 此战之后 联盟人损失惨重 但麻烦还远没有结束 丁沙亚将犀利这个 新特拉公主还活着的事 告知了北国联盟的 诸位国王 为了不让有心人抓住犀利 得到新特拉的合法继承权 国王们一致做出决定 悬赏他的性命 还有任何保护他的人的命 新特拉这边 达拉向菲拉坦白了自己 间谍的身份 但现在已经脱离了 迪杰斯特拉的掌控 他推测 精灵之底的死 就是迪杰斯特拉所属的 瑞达尼亚势力动的手 法兰西斯卡心中此时 持有复仇 他要对瑞达尼亚动手了 以法兰西斯卡和拉菲 为首的一大批精灵 立刻引起了弗林基拉的关注 黑骑士立刻意识到 这是个契机 如果是 黑骑士和弗林基拉 操纵整个事件 让法兰西斯卡 因孩子的死 被仇恨蒙蔽 去将尼弗加德的敌国 以为平地 那恩西尔大帝 一定会对他俩刮目相看 镜头给到瑞达尼亚 城中的孩童们 身上都出现了符咒 正是法兰西斯卡 用魔法施加在他们身上的 但随着最后一个符咒印上 法兰西斯卡 双手举起后落下 呐喊声 法兰西斯卡此时的愿望 已经不再是让精灵反映生息 而是要彻彻底底 向人类宣战 他们捉到了城里的伊斯崔德 得知西里的侍候 也决定对其进行抓捕 因此他的上古之血 更能复兴精灵一族 不远处的猫头鹰 将这件事全部看在眼里 这只猫头鹰 曾是向达拉传递信息的工具 但达拉并不知道 他的名字叫菲利巴 是迪杰斯特拉的忠师手下 画面最后给到辛特拉 白色焰火 恩席尔大帝降临 弗林吉拉依照黑骑士的指示 把杀害法兰西斯卡的孩子 被精灵一族 与北方诸国开战的功劳 全部揽到了他们二人身上 殊不知 下令杀死精灵婴儿的 正是恩席尔大帝本人 弗林吉拉与黑骑士 因欺君被拿下 恩席尔大帝也终于露出真容 竟然是西里的父亲 以上就是猎魔人第二季 第七八集的内容 也是第二季的最后两集 对本剧感兴趣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安哥 我们下期再见